寿风乡光荣部落丰年季即将登场 部落勇士们15号在光荣部落的头目郑立元 寿风乡名代表张玉妹 林成岩马其山 以及光荣村村长林郑明等人的陪同下 来到了华林县政府报信息 热情邀请县长徐真卫和县府同仁 一同来参与部落的盛事 寿风乡光荣部落丰年季即将到来 部落勇士们在光荣部落头目郑立元 一早前往华林县政府报信息 热情邀请县长徐真卫 以及县府同仁一同来参与部落盛事 祈祷用红扣的赏音临仓的鼓调 勇士们踏着整齐坏的步伐 分享丰年季即将到来的企业 现在徐真卫接下部落头目 自证的槟榔 米酒 麻薯等新物 并且代表县府回赠礼品 现在徐真卫更大英诸人们会前往部落 共享盛举 现场气氛充满欢笑以及活力 今年一度的这个封年季 我相信文化的传承 就是循着我们的齐老 循着我们的先人的脚步 跟随着脚步往前走 我们的老人家的智慧 就在这些轨迹里面 这些的轨迹需要我们一步一步 把它简实起来 把它收入起来 把它增长起来 把它实践出来 所以再一次感谢 感谢我们的头目 还有我们的招务一位代表 以及我们所有的感伴 感谢大家 上了门的大喊 好来 现在徐表示相当荣幸受邀 前往光荣部落参加丰年季 更要感谢真理员头目的带领 让文化能够传承下去 也请在外聚会的学子们 务必能够回到哈利参与 一年一度的丰年季 文化传承就是循序着其他脚步往前走 学校我们一起增长并且实现出来 记得继续欢迎收视频道